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呢,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繁殖荷花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者见解的话,麻烦大家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麻烦大家点赞 以及关注我的频道 后面呢,我会发布更多关于各种花的视频 图中的这些荷花呢,是去年开的荷花 今年的一些荷花,它已经有花朵了 然后暂时呢,还没有开 我估计可能得到这周末吧,或者下周的时候会慢慢的开放 荷花的繁殖的话,一般就是在五六月份左右 我们在宾州,大家可能在其他的地区的话 可能时间点会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按照当地的温度啊 以及荷花的情况来进行繁殖 其实繁殖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春天的时候 当您看到那个荷花开始长叶子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繁殖了 这个视频我拍的时候呢,大概是五月底六月初 然后现在才制作出来,可能会有点晚 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确实有点晚了 您可以明年的时候再繁殖荷花 如果您,您看您的荷花,就是 长的叶子不是特别多 然后还没有花朵的话 您也可以现在尝试着来繁殖这个荷花 您看我那个荷花呢,已经长了好多叶子了 我呢,首先呢,把,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水给倒点 倒的时候呢,大家小心一点 就是你不要把荷花给倒出来 因为你要把荷花倒出来的话 那个土可能就会压着叶子 所以说,那时候你那个把叶子整个就给毁了 所以说我们倒的时候,就小心一点把水倒掉 然后我这个钢呢,也比较重,然后土也比较多 所以呢,我是就是慢慢地转圈,这样子挪 把那个荷花给,把那个荷花给轻轻地挪出来 所以说大家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得小心一点 我们尽量要保持这个叶子,以及它的那个根茎 当把荷花给搬出这个钢之后呢 我们就是,首先把那个,一些那个土 就是没有长根的土呢,把它给扣出来 扣出来,然后放到原来的钢里面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用这个土 多余的土,基本上就是弄得差不多的话 这时候因为它有些根茎 有些土它就缠着它的根茎 所以说这就很难弄 那这边呢,我们就用那个水把那个土给冲掉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快也省事 而且也会保护它的根茎 就是避免我们折断它 在我们这个冲的时候呢 如果你发现有些根茎已经变软了 而且发紫发黑了 那这些根茎呢,基本上就是已经 就是那种腐烂的那种根茎 所以说就没什么用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拿剪刀给它剪断 然后给扔掉就行 这边呢,我就发现有一截藕 然后你看就已经发黑了 而且就很软 所以说它已经腐烂了 那个我们就不要,就把它给扔了 在你就是理这个根茎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 尽量不要把它那个根茎给折断 而且那个叶子呢,也要小心一点 我们尽量维持那个叶子 保护那个叶子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繁殖的时候呢 它那个叶子呢,还可以用 还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这样子就会有利于核化了生长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根茎的话 根茎比较多 然后有一截 有一截藕大概 可能有一截 可能两截吧 对,有两截 两截比较短的藕 你可以看一下 根茎比较多 当然它也有很多叶子 这个呢,就比较好 这个到时候 你可以把它就放在一个新的缸里面 进行生长 它那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根茎啊,叶子啊都有 所以说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呢 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莲藕了 它主要的就是那种比较细的根茎 然后有一些新芽 和一些已经叶子 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再长一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很不错 这个大概有三截藕吧 然后有个芽 也有个叶子 总体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也可以再长一盆 在我们繁殖和花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你把那个土给清完了之后 你大概再选 就是有两截藕 然后有一些芽点 有一些叶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给剪断 这个呢就可以放在一个芯盆里面进行繁殖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有一节藕 也有一些芽和一个叶子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繁殖 长得好的荷花的话 那么长一年的话 一年之后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繁殖了 一盆荷花可以分十盆 然后您可以送给亲朋好友啊 这个呢是我今年刚从网上买的新的荷花 新的品种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荷花刚寄过来的时候呢 它也就是有这个两三截藕 然后有一些芽点 然后这边呢 它是大型的荷花 然后它那个藕呢就偏大一些 这个呢它也有两截藕 顶端呢有一些 也是一个新的芽点 然后它们在那边呢 它就会长一些新的叶子发芽 好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些荷花分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种在一个新的盆里面 这边呢我用的是 群的是topsoil 就在美国买的topsoil 如果你花园里面土比较多话 那您可以直接在花园里面挖土 用花园的土就行 您要是有条件的话 当然最好还是去河里面挖那种河泥 用河泥来种荷花那是最好的 因为荷花嘛本来就是长在那个河里面的 土呢可以加到这个花盆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后呢您可以把那个荷花呢 荷花的那个根茎呢 放在用土呢给它埋起来 埋的时候大概稍微埋在土下面就行 埋完了之后呢 您就这时候可以加水 加水然后把水加满就行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后面呢等荷花开了的时候呢 我再发一些视频 然后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呢 我可能再会发一些荷花展的视频 到时候呢会有各种荷花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